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消防局表示4号下午1点26分接到通报 在金湖镇南石湖公园海边有一名大概是60岁的男生受困在礁石上 总共出动各式车辆6辆 消防人员17名由第二大队的副大队长担任现场指挥官 告知这名男子在原地待救不要移动位置 最后顺利的抢救成功 我们消防局在今天下午13时26分接后8万 南石湖公园有民众受困在礁石的状况 那我们总共出动6车2亭总共17人 那抵达现场我们目视民众到约距离岸边约20到30公尺的一个礁石上 那我们分析同仑所必要装备的机油救生衣 并带上民众所需要的机油救生衣还有一些目标 然后用徒走游泳的方式到现场 那将为民众穿上机油救生衣以徒走救援的方式 将那个民众带上岸 那整个历史约5分钟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那个在海边从事作业的民众没有穿上救生衣 那在这边做一个呼吁 希望所有民众在从事水上活动的时候 一定要穿上救生衣以确保自己的安全 他在去礁石上是检什么东西啊 他检刚看应该是一些 被壳类的一个海生物 看起来这时间应该有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桶子已经满了 根据了解 这名男子独自一人到金湖镇的南石湖公园海边 检石海螺一事因为不按潮汐 受困在离岸大概是40公尺的礁石群挥手求救 幸好当时有人看到他才紧急报案 所幸这名男子救起了之后 没有任何的明显外伤 只是受到一点点的惊吓 因为海水冲到衣库潮湿并没有大碍